总统赖金德透过视讯恭贺我国奥运代表队全级好手 见到受性别舆论缠身的林玉婷 赖金德表示心疼 但也欣赏林玉婷用实力击碎舆论纷扰 为下一场赛事整装待发 不过林玉婷也说回国后会休息一段时间 未来也有计划投入公益活动 这次我国全级代表队成绩斐然 阿美族的陈彦勤则在陈亮级赛事夺得铜牌 赖金德也提到黄绍文因裁判误判 而失去夺牌机会 但赖金德大赞留在巴黎陪伴彼此训练的精神 另外行政院长卓荣泰也前往夺下铜牌的全级好手 吴时宜家中吃面 并透过视讯鼓励 这届我国代表队共夺下二金五同成绩排名第三十三 除了四大超商店家祭出响应优惠 新北市府庆祝英哥女儿林玉婷摘金 宣布12号这周新北文化场馆 以及16座国民运动中心游泳池 民众免费入园 奥运夹击普天同庆 也辛苦为国争光的每位选手 有次新闻R156台北市采访报导